來看這個內野的滾地球 進手套之後傳向一壘抓到第一個觸具樹 不得威力已經不是走三陣型的投手 可能要讓這個手臂來幫忙 連續兩個都是內野的滾地球 我想這是無奪希望看到的 這球打到左半邊來看落點 真的打擊近況太好了 這是一隻長打 這起碼兩個壘包 對 所以他面對武奪這五成的打擊率 不是假的 確實是這樣 哇 偏高 結果講到不是他要的位置 完全沒有接補 所以王振堂很輕鬆的上到了三壘 空了 面對張育成 今天腮紅中張育成 居然看著他進手套 遭到三陣 也讓富邦留下三壘的殘壘 是好的 一小出棒在右半邊 這個撈起來了 這個位置也是很深遠 還是進手套今天兩億的外野手 表現得都非常的精彩 包括一局上半的王振堂 那現在輪到周佳樂 兩好一壞追求投出揮棒落空 嗯 幾號位的位置 哇 回了空房被 還是變速球 對 所以陳世鵬連續兩個變速球呢 都讓衛拳的打者摸不著頭緒 攻擊指數也下滑的蠻多的 對 所以是 有影響到他們整個比賽的這個 最後的結果 是 好 看到右半邊的飛球遭到街上 陳世鵬面對劉基鴻呢 被打成了不營養的飛球 現在一出局 打者是蠻有用的 好 來看這一球 一樣是中間方向的飛球 還是進了外野手的手套 新穿兩出局 打成了內野的滾地球 越野球接到之後呢 直接傳向一雷 Safe 哇 這個彈跳比較慢 但我們剛剛也提到這兩天的風雨 確實也會影響整個場地的一個狀況 沒錯 好 這一球又來到了內野的滾地 直接傳向二雷 也抓到了第三個出局數 所以在三局上半了 雖然為全我們紅隊跑出一支內的安打 不過沒有後續的接力啊 在今天 原本在保留比賽時的先發投手是武奪 那這時候換上的是鋼龍 那鋼龍今年十九次的出賽 全部都是先發 十勝六敗 然後投了一百一十一點 二局 防禦率不錯 是兩成八二 好 來看 這一個不死三陣 還是抓到了 最後這個球 應該是先完成了出局數之後 才掉出來的 草皮上還是有點似滑 來看一下今天 富邦整個打者的 打擊減速度非常的快 只要看到喜歡的就出棒 同樣也是非常積極的出棒 而且這一球非常巧妙 應該也跑出了一支內阳打在傳向二雷 好 來看一下這一球 一雷手撲倒在地之後寫鋼龍沒有問題 所以在兩出局之後 那麼一樣啊 這一次精彩的手臂 還是幫助衛純守住了可能十分的危機 好 來看這一格內野的滾地球 二雷手接到之後 小拋球給一雷沒有問題 形成了一出局 好 這一球打得非常的強勁 應該有機會形成安打 沒有問題 中間方向的平飛安打 弱點很好 把它補過來 補了一些 客人補卻補了 才剛講他的打擊狀況真的非常的不錯 那這時候就是打穿了三雷的防線 現在形成一出局 一二雷有人 這是衛球很好的進攻機會了 這一個140公里的速球 林正群揮棒落空遭到三陣 這個偏低的球被打成了內野的滾地球 直接甩向二壘 好險沒有問題 應該還是抓到了出局數 可能要先做一些挑戰 這一球滾地比較緩慢 第二時間在處理 已經是來不及了 沒有接得很確實 對 第一個時間 還是擺在外側 打成了 直接 同手接到傳二壘 再傳一壘 形成了Double Play 陳世鵬自己的危機自己化解 成滾地球或高飛球 結果140公里的直球 還是讓王順和揮棒落空 哇 天高 那鋼龍呢 在六局下半面對第一名打者 投出了四塊寶送 也是兩邊的投手呢 出現本場比賽的第一次四塊球 哇 這一球沒有確實的接骨 所以現在呢 直接讓劉俊豪呢 兵不寫刃 進站到了得點圈了 王正堂旁邊的鋼龍 這一球打擊出去 是有機會了 來看落點 好 落地之後呢 來看富邦啊 這一次的Play 應該是有機會 能夠先持得戀 但是來看一下二壘的攻防嗎 沒有辦法來抓二壘 因為王正堂是停留在一壘壘包 但是這一支的安打 帶有一分的打點 也總算是突破了僵局 目前富邦1比0 領先未全 上來給他打了四個打擊 好 來看這一次的內野滾地球 那麼一樣 先看一下二壘 沒機會 對 自採壘包形成出局數 嗯 喔 扎在了手背上了 喔 所以在這個半局 剛容在空主上面出現問題 有一次的四壞保送 那這一次呢是直接投成了出征球 哇 這個變化球遭到了引誘揮棒落空 形成了三陣喔 第一球就出棒 但是打到了球的下緣 形成了外野的飛球 最後是由牛幾手來處理接殺出局 好 來看第一球的出棒 好 林承勳右半邊的飛球 遭到了外野手的接殺協賽一出局 這個節奏比較慢一些 所以三陣掉了劉俊偉 薑還是老的比較辣 哈哈哈哈 換上的是吳士豪 今天37次的出賽 投了36.1局 兩次的中繼成功 自殺分率是3.96 吳士豪面對劉激宏 哇 這一球被打得滿深遠的 應該是留不住了 It's gone 哇 在球數領先的情況之下 被劉激宏逮到 陳世鵬的滲頭不見了 哇 這是劉激宏奔 這個賽季的第九隻拳 剛在賽前就提到 超總也說到 今年的劉激宏 比較可惜的是整個長打能力 跟去年比有點落差 好 張悠佳面對吳士豪 HIGH FACEBALL揮棒落空 150公里的速球也飆出了三陣 2-0 好 來看這一球 打擊出去應該是穿掉了 有幾防線了 好 剛剛被溫泉追平的富邦 到了下半局 馬上就有攻勢 擺出來了 好 來看這一次 投手只能穿一壘 沒有問題 這是一個成功的作戰 嗯 如同曹總說的 沒有問題啊 富邦現在是一出局 來到了得點圈 好 這一球出棒 應該是不錯 中間方向的PFANDA 而且因為滾動的比較慢啊 所以 讓富邦啊 在下個半局 馬上再將比分給超前 不錯 整體今天3-2喔 天內側來看這一次的二壘攻防 SACE 嗯 哦 富邦也展現了速度戰喔 啊 哇 鐵機 這一球會的空棒 嗯 好 那這一球會空中呢 形成了三陣 兩出局 對 對 他的今天這個 曲球 幅度蠻大的 而且又下墜的這個 這個角度也很快 是 哇 結果追打了這個壞球 好 看捕手傳向一壘 還是完成了這一次的三陣 不過這個半局 富邦又有得分的進場啊 目前七局下半打完 富邦再度超前 比數是2比1 哦 果然來了 哈哈哈哈 完全在操縱的掌握當中呢 這一球揮棒落空 形成一出局 好 這球直球來了 打成了右半邊的飛球 但是距離非常的不理想 遭到了幼兒野手的接殺 形成兩出局 連續投了四個壞球 陳真啊 直接被保送上了一壘壘包 一壘上是陳真 好 這球打擊出去中間方向的 傳越安打 所以富邦在八局下半 現在又有選手進戰到的得點圈 好 來看這一球 又是中間方向 又傳出去了 又是安打 那有沒有機會帶有打點 有 所以剛剛 哇 這一次的調度呢 就發揮了效果 那這次中間方向的 平飛安打 三號尾 帶有一分的打點 同時對於富邦來講 是追加的保險分 走下打到了 左半邊的 飛球 進手套 不過這個半局 富邦靠著三號尾的 四十安打 再添加一分 目前3比1 兩分領先了衛權人隊 好 好 速球來了 但是這球帶到了中間方向 嗯 三號尾 接得非常的瀟灑 可以了 來了 中間方向 唯一的防守機會是曾俊悅 對阿 被打穿之後呢 哇 潔力擊倒還是厲害 揮棒的速度還是夠快 嗯 哇 結果不用跑 偏外側偏高 所以跟曾俊悅糾纏了 十四顆球 最後馬斯格斯 是選到了四壞寶獸 那真的開劇本了 那丑總剛剛提到的 劇場出現了 那馬上再做帶跑的更換 嗯 衛權 代表超前分 上到了打擊區 沒錯 兩個好球沒有壞球 曾俊悅 還是攻擊內角 但是這一球啊 彈的比較慢 沒有辦法抓雙殺 嗯 抓到了一壘往二壘跑的阮成� 那劉秀偉是來到了一壘 那現在三壘上是林校成 哇 擠壓到了 這一球擠壓到了 這一球擠壓到了 來看這一次的界外飛球 沒有問題進手套 所以在兩出局 一三壘友人的情況之下 今天曾經敲出 楊春 但劉秀偉遭到了曾俊悅的壓制 最終復發漢將呢 是以三比一 兩分之差 擊敗了衛權龍 我們稍微休息一下 再回到比賽裡頭 再見